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做过羊肚军炖鸡汤 羊肚军是一种比较珍稀的使用军种 因其军表面凹凸不平 状如羊肚而得名 羊肚军有暖胃之音的效果 与骨鸡或者老母鸡一起炖煮 能调出各自独特的鲜香味 第一步 先将羊肚军放入大碗中 先轻轻稍微冲洗一下羊肚军表面的浮尘 然后再将羊肚军放回大碗中 倒入适量的水浸泡一个小时左右 中途搅拌几下 并将羊肚军翻面 便于泥沙泡出 泡的时间过短会导致 菌子则皱里面的泥沙泡不出来哦 所以至少也要泡半个小时左右 将泡好的羊肚军 轻轻抓干水分备用 第二步 将清洗干净的鸡块放入锅中 凉水下锅 下入适量的姜片 大火煮开后撇去表面上的浮沫 关火 将鸡块捞出 用清水冲洗干净 第三步 将鸡块放入砂锅中 放入羊肚军和姜片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也可以加入刚刚泡羊肚军的水 但要注意动作慢一些 不要把底的泥沙也倒进去 我这里就不放了 因为表面的浮沉太多了 盖上盖子 慢火炖煮两个小时 最后十分钟放入几粒枸杞 十分钟后加入适量的盐 在盛汤前可以撇去表面的浮沫 汤会变得更加的清爽 不撇去也没关系 一份鲜美无比 营养丰富的羊肚军鸡汤就炖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记得多煲汤喝哦 我是小琪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琪小徒修炼剂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